時間就短了 一個小時左右就做完了 所以每天我們做晚課 就做30系列 以自成恭敬的心 從頭到尾練一遍 這樣也很圓滿 很殊勝 我也是天天可以做30系列 我也可以配合師傅所提出來的 百期30系列法會 我們也可以共襄盛舉了 非常難得 所以我們師父說 只要我們以自成心來回向 真正來幫助全球的眾生 消災免難 這樣一來 真的是名揚兩立 所以這個名揚兩立 就是不但我們 自己以及我們周遭的大眾得到利益 其實我也曾經跟大家說過 這個30系列是鬼神到眾生 最喜歡做的佛事 那麼這個事情 過去我們師父 在澳洲的時候 我們師父的家鄉 有個城隍爺 有個城隍廟 過去有城隍廟 有個城隍爺 那麼這個城隍爺 它是鬼神道裡面的鬼王 城隍是鬼王 是鬼道眾生 可是它是鬼道裡面 有福報的 通常沒有福報的叫惡鬼 有福報的 做官的 那是鬼王 像王爺公 土地公 城隍 城隍爺 東越大帝 以及這個閻羅王 那個都是鬼道裡面 有福報的鬼 所以稱為鬼王 那麼城隍爺 他現在已經 發心念佛 要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了 所以 他雖然是鬼道裡面的鬼王 他已經發心 要念佛 要修行了 他就不是普通的鬼 他是什麼呢 他是菩薩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道眾生 你真正發菩提心 要自度度他 要發心念佛成佛 那個不叫眾生 他叫什麼 叫菩薩 所以我們稱他叫什麼 叫城隍菩薩 那麼這個城隍菩薩 他曾經就到我們澳洲 靜忠學院 去了兩次 那麼去兩次 第一次 他就曾經 向我們師父提出來 希望我們師父 能夠多多提倡三十信念 因為 他說三十信念 是鬼神道眾生 最喜歡做的佛事 所以我們師父知道這個事實真相 就開始鼓勵大家 發心做三十信念 那麼果然 這個效果很好 你看我們師父一提倡 各地同修開始做三十信念 現在 做三十信念的人越來越多 甚至於 你看我們在各地看到很多 不同道場 不同的法師們 大家也都跟著流行做三十信念 所以不是我們靜忠才做三十信念 現在連其他的道場法師都做三十信念 因為你做其他的人來的很少 那三十信念來的就特別多 流行嘛 這是我們師父帶動的 所以我們在台灣呢 也看到大家都在做 那法師呢 本來都做其他的 經唱佛事的 現在都不做了 都做三十信念了 非常好 所以這個根源在哪裡呢 因為鬼神道眾生啊 他喜歡啊 那麼這個地方呢 我也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剛剛講到啊 我的師兄啊 悟道法師 以前啊 他的身體啊 很不好 常常生病 而且有時候病得非常嚴重 那麼 曾經啊 有一年 大概在五六年前啊 我跟我的師兄悟道法師 到了香港 準備呢 要上西藏 結果到了香港的時候呢 這個悟道法師的身體啊 已經覺得不太舒服 但是呢 我們師父呢 說呢 這個西藏啊 這個因緣難得啊 一定要去一次 所以我們的 悟道法師呢 就沒辦法了 師父鼓勵要去嗎 他也就發心去了 結果我們到了西藏以後啊 他那個病情啊 更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西藏啊 那個氧氣很少 空氣很稀薄 所以到了上面以後啊 那個高山上啊 有高原反應啊 缺氧 所以他那個病情啊 更加嚴重 結果呢 他連所有的活動啊 都參加不了 每天都躺在旅館裡面 三餐吃飯啊 還要人家送去 有人來特別照顧他 那麼要下山呢 也下不來 很痛苦啊 要趕快離開這個地方啊 空氣太稀薄了 很難受的 就像感冒一樣 頭啊 很脹 晚上不能睡覺 所以啊 很難受的 想要下來了 下不來 為什麼呢 飛機啊 斑斑客滿 下不來 呆也呆不下 很痛苦 所以我們去參加活動呢 他都沒有參加了 結果挨了五天啊 忍了五天啊 好不容易 五天結束了活動 跟我們一起下山來了 下山來之後啊 病情很嚴重啊 趕快去找醫生啊 在中國大陸找啊 很多名醫啊 去看了 都看不好 後來回到台灣了 也看了西醫了 哪裡有名的醫生 偷去看 也不行 病情都沒有起色 後來他就想到 乾脆就到澳洲 去調養身體好了 因為台灣的信徒 很多啊 找他的人 很平凡啊 他法言殊勝啊 所以每天要見客啊 他也受不了 所以就想到啊 到澳洲比較清靜 可以好好 調養身體 所以準備到澳洲去養病啊 結果這個時候啊 陳皇菩薩就知道了 陳皇菩薩很厲害啊 起心動念他都知道 知道 我們有一個好想的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你不說 你不說